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我们这一张谈到的是 YUN 这是Premotion of Rigid Bodies 那我们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是那个Newton's Second Law Newton's Second Law主要是两个结论 一个是submission F等于M V bar 一个是submission M G等于I bar alpha 理论上来讲它应该等于是H G dot H G dot在prime motion来讲 可以换成就是I bar alpha来去取代 那在这个实习章 一样还是利用这两个公式 不过形态上稍微变化一下 把它变成是Walkan Energy Inprose跟moment的结果 那我们回顾一下第十二章 十二章是不是也是Newton Second Law submission Newton第二定律 十三章是不是也是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Walkan Energy 还有Inprose and Momentum 所有整个编排上面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六十七这个安排上面是观念上是完全一致 只不过十六十七章这里呢这个是对Rigid Body Prime Motion 这两章呢是对Particles 大家可以看看 你念完一学期下来的话 对 对 M A S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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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行 D行什么 F等一 Oh sorry 好给你们眼尖看到了 OK 是 那 你可以看看这个动力学下来的话 整个编排上面是 你如果念完以后好像觉得说很抽象 没什么 不晓得怎么念法 事实上来讲回顾一下的话有既可循的 都是 如果说以subject来讲主体来讲两个部分 一个是particle 一个Rigid Body 对particle来讲也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kinematics 一个kinetics 十一张是particle的kinematics 十二十三张是kinetics 加上牛顿第二定律再把它变换一个形态 walking energy, impulse and momentum 对Rigid Body来讲 十五张是kinematic 集合关系 十六张牛顿第二定律 十七张把它变换形态 变成walk energy, impulse and momentum 同样的pattern下来 只不过呢 如果你前面的观念很清楚的话 后面对Rigid Body来讲 只要你这个Plant motion 这个Rotation 这个部分呢搞清楚 加进去呢 对particle来讲 跟Rigid Body 最大差别 particle是没有考虑Rotation的问题 Rigid Body 除了中心点移动 还考虑Rotation的问题 差别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看完整个动力学 下次呢 我会给你们做一个总回顾的话 那如果说你有这个 这样子一个脉络看下来的话 动力学实际上并不难 大概是差不多 或者是同样的pattern下来就对了 好 那么 回到这边来 看Rigid Body 它的walking energy impulse momentum怎么计算 事实上来讲呢 方法跟13章一样 好 我们就是T1加上一个U的1到2 等于T2 这个就是walking energy的一个观念 U的1到2是所有外力 对这个Rigid Body所做的工 T1 and T2 在14章里面谈到的是 对整组particle System Particle的 cannetic energy in Stage 1 and Stage 2 这两个状况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 System Particle 换成Rigid Body 这个T1跟T2 到底怎么换算 好 那我们这particle的时候 T1 T叫什么东西 2分之1 MV 平方 对不对 这个是particle的 cannetic energy 对 System Particle 这T呢 是等于 submission 2分之1 MI V I的 平方 这个是对 System Particle 那对 Rigid Body Rigid Body T等于什么东西 待会跟你们说 怎么样去算 这个Rigid Body的 kinetic energy 带回去还是原来 同样的一个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 是一样的结果 好 一样的结果 好 那我们这个U的 from Stage 1到 2 这个很清楚 Definition就是by 由A1到A2 由这个Force 所做的工 把它积分起来 这个路径 有一个Force 就一个 两个Force 三个Force 三个 加起来就是 所有外力的工 对Rigid Body来讲 唯一有一个地方 跟前面不一样 就是Moment也会做工 Moment也会做工 好 那我们考虑一个Rigid Body A A在这个地方 A B在这个地方 B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对AB来讲 这边有一对Couple 这个呢是有一个Force F作用上去 F 有一个Minus Force F作用在这个地方 那这对Force呢 乘上这个距离R 就是 这个是Couple Moment M就等于F 乘上R F乘上R 对这个Body来讲 Submission F等于0 Submission Moment呢 就是F乘上R 好 好 移动以后 移动什么东西 移动到这个地方来 好 这里分成两部分 一个呢是Translation Translation 加上Rotation About Point A 这个是A' 这个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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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D R1 这个呢也是我们的D R1 这个是D R2 对A点 如果A点跟B点是平移的话 平移的话 就是由AB移动到A' B' 这个线上来 好 如果这样来讲呢 这个也没做工 是没做工的 负的R D1 正的F乘上D1 这两个刚好抵消掉 那因为Rotation 产生一个角度 Decita Decita 会有这样一个工 好 那我们看总工等于多少 U from 1.2 这个是E 这个是R 这个是Final Position 等于多少 minus F.上D1 加上B连的两个路径 一个是B到B' B'接到B' B' B'接到B' 加上这个F.上D1 再加上一个F.上D2 这样是一个结果 好 那D2 呢 D2 要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这个是R 乘上Decita 好 所以这个结果就等于F R Decita F R就是我们这对Couple所产生的moment 所以这个东西就等于M Decita 好 对平面来讲 平面来讲 U 从1到2 Due to moment 它的功就是M 常上Decita M常上Decita 好 这个结果 不要随便能用 所以 U 从1到2 DU好了 DU 这个 sorry 这个应该是DU才对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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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efinition 等于F.上DR 第二 DU By Moment 等于M Decita 因为现在M跟Decita 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面 我们都考虑PlanetMotion M在这个方向 Decita在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镜头写不写都无所谓 大小就是M乘Decita 将来对FREE Dimension的Motion来讲 这个就有关系 Moment跟Rotation 就不一样的 Mx.Dx My.Dy Mz.Dz 展开三项 这个也是一样 Fx Dx Fy Dy Fz Dz 这里是两个方向 X跟Y 这里呢 在这边只有一个Z方向 如果将来3D来讲呢 各有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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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OK好 所以我们了解说 对这个U from 1 to 2来讲 除了Force会做工 Moment也会做工 只要同样的这个equation 我们把Canetic Energy怎么表达 把工怎么做怎么表达出来 带进去这边就OK了 就可以把这个Walken Principle找出来 好 那我们回头再记得看看 这个Walken Energy 这个Relation 这个不是新的观念 这个完全还是从这边推导出来的 Walken Energy 你可以看看 这个Energy Energy 是什么 是跟角速度有关系 跟这个中心点速度有关系 带回导出来 这个呢 是跟什么 Force跟Distance 或是Moment 跟那个关系 如果这个Reason 是建立什么 建立Force Distance 和这个Velosted的关系 当然这个也一样 建立Moment Angle Vers 这个 这个Angular Velosted的关系 好 建立这两个关系 如果今天的题目要告诉你说 给你这些Force 给你这个距离 或者给你一个角度 要你算Velosted的话 你就不需要先透过这个地方呢 算它 中心点加速度 脚加速度 回过头的积分 来去计算Velosted 直接用这个公式算就可以了 所以跟第13章 这个Particle 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完全同样的观念 Walken Energy 同样的公式 只不过T 待会会讲 Walken 两个部分 一个是Force 一个Moment 那建立起来就可以了 好 那用这个方法最大好处就是 有一些不做工的 这个Force 可以不考虑它 什么东西不做工呢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那个 在固定点上面 这个Force Acting On Fix Point 这些Force 你可以不用管它 它Force 这个Force 没位移 很清楚 以前我们看到说 一个Reaction Force 因为它这个 一个Reaction 是不动的 所以Reaction Force 不用管 它是不会做工的 就不会跑到你这个 U from 1 to 2 这个Termin里面来 这些Force不用管 第二个呢就是 Force 垂直 Despacement 如果说位移 跟Force垂直的 这种东西呢 这个Force也是不做工的 第三个就是 三个 多了一个 叫Rolling Motion 摩擦力 Do No Work 摩擦力不做工的 这个观念好像有点奇怪 摩擦力可以不用考虑 它不做工的 怎么说呢 把这个保留好了 一个圆形的物体 丘也好 圆柱也好 圆盘也好 圆盘也好 在滚动过程中 如果它只是滚动不滑动 这个点C点 是不是它的一个Instantional Center 它只滚动不滑动 那这个地方C点 这个圆盘跟地面之间呢 有没有摩擦力 是有的 会有摩擦力存在 多少不知道 它只是小于μk μk乘上的 小于μs乘上那个n 所以这里呢 会有一个摩擦力 好 当这个物体 跑到这边来的时候 滚动 到这边来的时候 滚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一样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Velocity V8 会有一个Omega 这边呢 仍然有一个F存在 好 那F既然从这个地方 移动到这边来 这个距离 是不是 所做的 如果这个是R的话 这个U from 1 to 2 by F 等于是-F等于R 是否 摩擦力所做的功 这是一个复功 不是 为什么 全滚动不滑动 对啊 很多不滑动 可是摩擦力 摩擦力运动这几辆 所以摩擦力就这边来了 摩擦力有移动 这个摩擦力有没有做功 对 没错 因为这个C点怎么运动 对 在这个圆盘上 这个C点怎么运动 它是垂直运动的 对不对 它是这样一个方式运动 上次提过说 它是这样运动的 在这瞬间 它有一个加速度往上 往上 所以对这个圆盘来讲 虽然有摩擦力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点的运动呢 是垂直这个摩擦力 下一瞬间摩擦力这个地方 这个点呢 已经不是这个点了 是在这个点跑到这边来了 跑到这边来 所以摩擦力F常上DR DR是垂直的 所以摩擦力跟DR是互相垂直 所以在滚动过程中间 摩擦力是不做工的 滑动过程中间摩擦力才会做工 就复工 滚动摩擦力是不做工的 因为只要是滚动 所有这个点 这个Instant Center的点一定是往上走 它的位移是垂直的 摩擦力是在水平的 所以这个是不做工的 所以这个是在Rigid Body Motion里面 这个是新的 其他两个呢 大概都是十三章里面都提过的 都提过 好 那我们现在了解了 工以后再过来是 怎么计算这个Connected Energy For Rigid Body Motion T怎么计算啊 17.4 计算这个Connected Energy for Rigid Body 好 In Plane Motion 记得这个是Plane Motion 好 那我们现在T 把Definition是等于 Submation I等于1到N 这个是二分之一 Delta m I Vi的平方 这个是 对System Particle 好 我们一个Rigid Body 可以把它考虑成 由无限的System Particle 这个Particle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还是先用这个 System Particle的公式先推导 好 那这边呢 等于说 我们现在 也有个Rigid Body 在这边运动 我们可以找到它一个Messander G 这个点 是我们的Pi 好 我再设一个座标 这个是X Y 这个X' Y' 这个是 附在中心点上面的一个平移座标系统 那对这边来讲呢 这个距离 是Ri 对这个距离 是Ri' Ri' Ri' 那Ri'呢 因为有Omega 所以这边呢 会有一个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 叫Vi' 它原先有它另外一个速度 我在这边 随便画 这个方向好了 这个是Vi 中心点有一个速度 这个就是 好 你看颜色够不够多 随便 就这个好了 这个是V bar OK 对一个Rigid Body来讲 中心点G点 好 中心点G点 如果说我 有一个particleP在这个地方 我站在固定座标来看 P点有一个Velocity Vi 我站在中心点看 看它呢 好 我看到它的相对速度是Vi' Vi'很清楚 它的大小 Vi'大小 当然等于是R'乘上Omega 对不对 因为以中心点做转动所看到的一个相对速度 当然 这个是Vi等于V bar加上Vi' 这个 绝对速度等于相对速度加上中心点速度 这个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Rigid Body看成是 N等于无限大的一个Sys-Tong-Penticle 来去考虑 那我这个V的大小呢 我都可以写成为 等于 T就等于 这边写好了 Submation I等于 E.N 2分之Delta MI 把这个绝对速度换成相对速度计算 等于V bar加上Vi'的平方 Dot上V bar加上Vi'这个结果 把这个绝对速度换成是中心点速度加上相对速度 展开以后 T就等于 第一项就是二分之一的V bar V bar V bar 这个跟I无关 变成是一个Submation I等于1到N Delta MI 所以Total massm乘上V bar平方 这个第一项 第二项就是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V bar提出来 变成是等于 加上V bar乘上Submation I等于1到N 这个是Delta MI RI' 这个第二项 因为这个Vπ 就等于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RI' Omega 第三项就是 加上 加上这个是 Submation 二分之一 这个是Delta MI VI' 这个第三项 这个第三项 好 展开了三项 好 那么知道说 在这边 这个Term 如果当你 N approach to 无限大的时候呢 这个是不是可以变成 等于 Approach to 二分之一 积分 VI' 平方 第M 这个结果 对不对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 sorry 不是VI' sorry 这个是 对对对 VI' 没错 我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变成是等于RI' Omega 变成二分之一 Omega平方 再乘上Omega平方 这个 这个 写的这个东西 RI' 这样 把Omega 跟那个 所取的element无关 所以这个Term 变成什么 这个Term就是变成是 我们 这个Regged Body的I bar Buddefinition 就是RI'平方 Dm 就是你有这个点 来看到 每一个particle 到它之间距离的平方 承起来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 Central Moment 的Inertial 所以后面的Term呢 就直接写成为 等于 第一个 二分之一 MV8平方 加上 中间这个不是有多少 后面这个呢 是二分之一的I bar Omega平方 这个是第三个变过来的 那第二部分 这个等于多少 0 等于0 为什么 这个用过很多次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等于0 因为这个Term等于0 这个Submission MIRi' Ri' Submission起来 这等于 Total Mass 乘上什么东西 中心点的位置 这个 你看等于 中心点的位置多少 中心点的位置就是 这个 应该还有一个Omega Sorry 应该还有一个 这个Sorry 这个不是 这个V bar V pi 乘上 V bar Pi 这个结果 对不对 等于说你站在中心点 看到中心点的速度 所以这个Term是0 这个是0 所以 这个Term是0 所以 为什么 一定要以中心点 做一个参考点 这个Canada Energy 就可以分成这两部分 而中间这个Term为0 因为 这个东西 对 在中心点上面 看到中心点的速度 是0 是0 你站在这个点 看到这点 跟得走吗 当然看到是 没有速度是0 所以 最后 T就等于 两项 二分之一 M V bar 平方 加上 二分之一的 I bar Omega 平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成为 这个是叫T Translation 加上 T的 Rotation 两部分 这个东西等于说 整个物体 只有平移 没有转动 没有转动 这一个Canada Energy 第二个是 只有转动 没有平移 就把这个Canada Energy 分成 Translation 跟 Lotation 对哪个Lotation Lotation About It's Center 对中心点 转动的一个Canada Energy 分成这两个部分呢 来表达这个T Otherwise 你就变成说 你要以这个方式表达 也可以 你要用这个方式表达也可以 这个积分呢 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 分成两部分 这个比较好算 所以往后 我们对一个Rigid Body Translation Plus Lotation 的T呢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来表达 就是Translation Plus Lotation 的Canada Energy 这两个部分来计算 好 好 那如果说 对于一个 一些 这个是Free 对一个Non-Central Rotation 对于说 非中心转动物体 我们怎么处理 这一个物体 它绕这个点来转动 中心点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边呢 它会 转动的时候 有一个Omega 它就会有一钢V8 那另外呢 其他点相对来讲 就有一个 对于中心点 就有一个V'的一个结果 那对于 这种来讲 我们T这等什么东西 T就可以等于 Submation I等于1到N 2分级Delta MI Vi的平方 这个是By Defination 那现在呢 由于我们 有一个O点转动 你每一个点的Velocity 是不是 等于说 这个点到这个距离 是R的话 这是R Omega R Omega 所以对 Non-Central Rotation 如果以圆点放在这个地方 那V就等于 这个是Ri Omega 这个结果 所以这边 就可以比方说 Submation 2分之1 Delta MI 这个是Ri 平方 乘上Omega 平方 那这个Omega 移到前面来 就等于Omega 平方乘上 这个是 积分 2分之1 然后前面来 就是 变成Ri 平方 Dm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是不是 如果说 今天我们这个物体 是一个 有一个固定点旋转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点的速度 就可以 换成为这个Omega 来去表达 那就可以变成 这个Term 这个Term 就是 以O点做中心 这个平板 这个物体 对O点的一个 moment initial 所以这个等于I0 等于 2分之1的 I O Omega 平方 这个结果 直接 一个Term 就可以表达 这个物体 因为 non-central rotation 它所产生的 cannetic energy 可以这样表达 事实上来讲 这个跟这个呢 有没有差别 是没有的 不相信 算算看 在这里 V8 等于 R8 R8 Omega 你把这个结果 带到这边来看 带到这边来看 这个等于 这个就等于 我这边好了 T等于 2分之1的 M V8 平方 加上2分之1的 I8 Omega 平方 这个时候我们前面把它separate 成为一个 translation plus rotation 好 V8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等于 2分之1的 M 乘上 R8 Omega 平方 对不对 加上2分之1的 I8 Omega 平方 对不对 那把它整理一下 变成2分之1 变成是 I8 加上 M R8 Omega 平方 这个term 是不是 造成我们这个 I0 by 这个平行座原理 所以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 如果说 这个物体是一个free motion 自有general primotion 你最好 可以把它separate成为translation plus rotation about it center 这两部分的canet energy来算 如果它有一个中心点 有一个 有一个点 可以转动的话 你直接用I0 Omega 平方算就可以了 事实上这两个结果是相同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 只有在有一个中心点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才能等于I0 Omega 你这个地方呢 我能不能找一个A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t等于二分之一的Ia Omega 平方 No A点如果也是一个free point的话 随便转动的话 这个东西你不能找其中一个点 作为它的参考点 直接想IaOmega 这个不可以 如果说 你没有一个固定旋转呢 最好能够separate成为translation plus rotation计算 要固定旋转点 直接用I0 Omega平方计算 也可以 因为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不过习惯来讲呢 我们都 一般呢大家都喜欢用这两个来计算 translation 加上这个rotation above your center 来计算是比较方便的 比较方便 好那对于这个 work and energy 这个部分 这是T1加上U from 1 to 2 等于T2 这样子一个formulation 现在我们已经把U from 1到2 怎么计算把它找出来 如果force就是乘上它的那个DR distant积分 moment就乘上它的转角 转角的积分 那现在呢 这里面唯一不需要考虑就是force 如果作用固定点 force做跟位移垂直 还有这个rolling motion过程中间摩擦力 这几个是不用考虑 因为它不做工的情况底下 所以这个不用考虑 kinetic energy T 就分解成为translation跟rotation这两个部分计算 只不过把这些做一个改变 第13章的观念跟这边是完全一模一样 你利用这个结果呢 就可以计算出你要的Omega 或是V8就可以算出来了 当然V8跟Omega 有没有关系 如果说是一个general plane motion 这两个是独立的 如果是一个constrained motion 这个是有关系的 我们要利用到15张计算 这个constrained plane motion的情况底下呢 来把V8跟Omega关系建立起来 这个待会儿会看到怎么计算 怎么利用15张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这两个有没有关系 general plane motion 完全自由的 这两个是独立的 constrained motion V8和Omega是不独立的 比如说 最惯用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V8 V中心点的V 这里有一个V8 这里有一个Omega 这两个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怎么计算 对这个来讲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利用什么 instantian center 这个点 这个位移 这个点 这个位移 垂直 垂直 这个点就是我们的 instantian center 这个点的速度 是不是等于说 这个距离乘上这个Omega 就是中心点的速度 对不对 那所以中心点速度 跟Omega 是有关系的 对这个constrained motion 至于怎么运用 这个constrained motion的概念来说呢 就看题目而定 看题目而定 好 那对于这个equation 把它这个变这个 这个force 跟moment的 energy 那个workdown怎么计算 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补充说明的 哪一个 这个 这个待会有题目 有题目的说明 只是对于这个部分 这个怎么计算 这个怎么计算 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这个等一下好几个例题 会说这个东西 不急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们再过来看看 我们前面不是学过的名词 叫conservative force 对不对 什么叫conservative force 谁还记得 保守力 什么是保守力 看你嘴巴念念了 什么是保守力 你跟我说一下 不是说保守力 他所做的工是independent of pass 或者积分一圈 回来这个所做的工是令 这个是保守力 如果说做工的力 只有保守力 我们第十三章是不是提过说 有一个 cannetic energy 加上potent energy 这两个会是一个constant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也有同程的情形 17.6 conservative energy 如果说做工力都是一个for conservative force 目前对你们来讲只有这个重力 还有spring force 这两个是保守力 这两个是保守力 事实上来讲保守力的定义是积分FDR等于0 这个是conservative force的定义 目前来讲大概是你们常用到的是重力 还有这个盘皇力是保守力 理论上还有万有引力也是保守力 也是保守力 不过太空东西我都拿掉了就不提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碰不到万有引力 这两个记得 如果你碰到有这两个做工 这两个是保守力 如果保守力呢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得到T1加上V1等于T2加上V2 直接用这个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再过来摩擦力记得啊 摩擦力一定是非保守力 摩擦力是非保守力 这两个是保守力 摩擦力是非保守力 你记得这几个东西 动力学就够用了 够用了 够用了 当然绝对它那个定义是这样 那这个你们看不到那么多 当然这里面T呢 这是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的MV bar平方 加上二分之一的I bar Omega平方 这个T呢不要忘记 后面Rotation这个部分 把它加上来 那就可以了 好那下面呢 这有一个例子 那个这个比刚刚那个棒子 在墙角滑动呢 复杂一点点 那你们怎么看看 这个Canada Energy怎么计算 好这边有一根棒子 在这个地方 旁边挂了两个滑轮 这个滑轮呢是在垂直面上面运动 这个呢是在平面运动 OK 很清楚 原先的水平位置 重量重力在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是L 好 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给它了一下 啪就掉下来了 如果这个画圈圈 表示它没有摩擦力 掉到这个位置来 掉到这个位置来 中心点跑到这边来了 这个角度是θ 如果这个地方是1 这个地方是2 这个是两个状况 对不对 当我掉到这个θ的时候 请问这个时候的角速度多少 还有那个中心点速度多少 好现在看看 整个棒是什么力量 瘦到重力是一个 再过来呢 瘦到这个地方有一个reaction force 再过来这个有一个reaction force 对不对 reaction force 不知道是不是保守力 不知道 可是这个reaction force 也没有做工 所以位移水平的 这个位移水平的 不考虑摩擦力 所以这个两个reaction 跟它这个点的dispacement 是perpetacular 所以这两个reaction force 不做工 唯一会做工就是这重力 重力是一个保守力 所以这个系统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什么 利用这个动能加位能为constant来计算 好现在我们就计算 如果判断了 这两个力量不做工的时候呢 只有重力做工 这个是一个保守力系统 那我们就用这个能量的手横来计算 好第一个T1等于多少 T1是没有动 所以这个是0 V1等于多少 V1呢 如果我们只有重力嘛 重力我们就设一个基准线的这个地方 Datum line 等于0 T1等于0 V1等于0 这个是原先在first position的时候呢 动能为0 位能也为0 T2等于多少 T2 对我这边来了 它有转动中心的移动 所以等于2分之1的MV28平方 加上2分之1的这个是I8 这个是Omega2平方 V2等于多少 V2是负的 如果这个是长度L的话 这个距离多少 这个距离呢就是L乘上sinθ的一半 所以是负的2分之1L乘上sinθ 这个很容易计算 好 所以T1 V1 T2 V2都知道 带进这个公式里面来 就可以算出我们的V8跟Omega出来 可是2 unknown only for only one equation 怎么计算 那这里面V8跟Omega是不是独立 记得这个是constrained motion 这个不独立 刚刚我举的例子就是这个了 怎么样来找出它的V8跟Omega的关系 好 这边运动到这边来 这个是不是它的Instantial Center C OK 这里面呢 这个距离这样过来 这个是V8在这个地方 这个呢是我们的Omega 很清楚看到V8等于2分之L乘上Omega 这个从几何关系 V8等于2分之L乘上Omega的关系 这个是顺时中心 这个是V8 这个是Center B 所以它的V8呢就是这个距离乘上Omega 这个距离是2分之L嘛 这个只有三角形 斜边中心到三个顶点的距离相同的 2分之L乘Omega 把这个关系带到这边来 这个等于2分之1的M 这个是乘2分之1L乘上Omega的平方 加上2分之1 I bar 这个Rod等于多少 十二分之1 M L平方 对不对 乘上 过来 后面是Omega平方 这里面呢 就把T2写成 只是In Terms of Omega Only 把这个东西带进这边来 是不是 只有一个人用Omega 所以Omega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4等于多少 4等于 3G乘上 Sine Theta 开根号 那V8呢就等于 这个是再乘上2分之1 变成是4分之3G 乘上L Sine Theta 开根号 不是2是2分之1 2分之1 计量 所以最重要呢 我们要利用Constant Motion的关系 找出这个V8跟Omega的关系出来 这个是我们第15章里面用到的 教你们怎么计算这个东西 这个V8跟Omega如何找关系 每个题目都不一样 这个题目刚刚很简单 这是你可以利用这个Instant Center 这边来找 就可以找出这个结果出来就对 找出这个结果出来 好 那每个题目都不一样 立题呢 后面会提到一些东西 就是 好 再过来17.7 这个是没什么呢 我觉得这集呢 就是谈到Power Power就是 单位时间 它的那个能量 就是Power Power就等于DU DT DU DT 那这边就等于 等于 U要等于说 F乘上这个DOT V 或是等于Moment 或是加上两个的 Omega U一个是Force 乘上Despacement F乘上DR DT 这是U 那再过来呢 M乘上D Theta 再DT 这是Omega 如果只有Force 就接下来 只有Moment 就接下来 如果Force跟Moment同时存在 两项都有 这是Power的计算 单位时间所做的功 这是Power Power 这个是它的基本定义 好 对于前面谈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补充说明 在说明立题之前 好 画个水 好 如果没有呢 先看几个立题 立题看完呢 我想你们就很清楚这个概念 我相信这个部分的那个 内容呢 我想你们在 普务里面都 或者高中课本都用到过 都算过这类似这样的实体 可是呢 这边会更清楚的告诉你说 什么地方是Premotion 什么地方 不是Premotion 不能用 这个很清楚看到 那T呢 T刚刚提到说 T是等于 二分之一 m v8平方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呢是 translation 在2D 3D来讲 这个都可以用 都一样 这是中心点移动就是了 rotation部分 刚刚提到呢 是二分之一 就是 i bar i bar omega 平方 这个 term 应该这样试了 就是 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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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ation 等于 二分之一的 i bar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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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 y omega x omega y 再加上 后面还有 加上 i 不是i x y i x y i x y i x z omega x omega z 加上 i y z omega y omega z 这个是 in 3D motion 的 kinetic energy 的表达方式 现在 我们在2D motion来讲 什么东西 omega x 等于 omega y 等于 0 这个只有 如果x y这个平面 它只有这个方向转动 没有这个方向转 也没有这个方向转 所以在这边 这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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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只剩这项 所以2D motion 看到不是全貌 全貌应该是这个结果 现在 在这个状况底下 所以只留这一项 所以只留下 所以这个东西呢 2分之1 i 8 omega平方 只有这个term 代表rotational energy 这个是only for plane motion 3D motion 展开是一大串的 不相信 你们看看18张 看18张 OK 这个积分算出来 就是那么多东西 好 很可惜啦 因为这两学分 所以18张 就来不及讲 所以只能在这边告诉你们 2D跟3D中间的差异性 就是 将来如果有人开高等动力学 的话你们在修呢 就可以了解3D motion的一些状况 好 那我们看下面几个立题 这边有一个飞轮 绕中心点A点转动 它的半径是400mm 飞轮中间还有一个小轮 这个小轮呢 掉一个重物 这个重物是120公斤 好 它原先有一个 这个是m for这个block等于120公斤 它中心有一个速度v等于2m per second i bar for这个fly view 等于是16kgm2 已经告诉你不要你计算了 moment for poor replication 就是摩擦力产生的 摩擦力产生的 等于90个Nm 好 这个m呢 是因为转动这个轴不润滑了 所以说产生一个阻力 这个是转动阻力所产生的moment 如果说这个没有很光滑的话 一转一掉就掉到一路不润转 因为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摩擦力 使它产生一个反方向的moment 好 所以我们要算 当这个block再往下掉下来1.25米的时候 请问这个时候呢 这个v bar等于多少 原先这个位置 它这边有一个2m per second的速度 当它在掉到这边来 这个距离是1.25米 这个v bar等于多少 好 这个题目大家看一看 很明显 这是一个force distance and velocity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最好用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这个work energy的关系来计算 对不对 重量往下掉 这个是force 长上距离 要求的 求velocity 这个是最match不过的 这是用work energy principle来去处理 好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整个 整个system受到什么力量 什么东西要做工 什么东西不做工 好 这个飞轮再画一次 在这边画起来 这边有一个重力 120g的重力 本身飞轮有这个重量 W有这个东西 它没给你而已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反重力 这个是叫A 这个叫什么点啊 A点啊 A Y N A X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不要忘记这个东西 这个是moment due to poor replication 所产生的阻力 这个阻力呢 飞轮叫什么 力时针转 所以阻力是顺时针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moment 这个是阻力 产生的moment 出来 让它 抵抗它去转动的 这个moment 是因为这个 转轴的摩擦力 造成的一个阻力 好 有了阻力以后 当这个system 从这里 它有一个2m per second的速度 掉到这边来 这个速度多少 我们要求这个东西 好 好 这边 先判断 这个东西 哪些做工 哪些不做工 第一个 这个重力 从这里掉到这里来 重力当然做工 moment 因为这个飞轮会转动 所以这个moment 也做工 然后呢 这两个reaction 有没有做工 没有 因为这个作用在固定点上面 所以ax ay 是不做工的 所以这两个force 不做工 会做工的 这是重力跟这个摩擦力 所moment 摩擦moment 所产生的 那这个是不是保守系统 不是 因为摩擦力 摩擦力 不是保守系统 不是保守力 所以我们只能用第一个equation t1 加上u1到2 等于t2 我们就不能用t1加v1等于t2加v2 不可以 因为这个摩擦 摩擦moment 这个不是保守力 不是保守moment OK 好 再过来算 t1等于多少 t1 等于 这个时候 这个block 两个 一个是飞轮 一个是block 这个block有没有转动 没有 所以它只有线性运动 二分之一 m乘上v1 8平方 没有rotation 加上飞轮 中心点有没有移动 没有 有没有转动 有 二分之一 i bar Omega 1平方 Omega 1等于多少 Omega 1跟v1也没关系 对不起 还漏掉一个半径 这个半径是多少 好 这个才400 这个才400 里面400 不是外面 这个400 写错了 400 好 好 外面没说 根本不用说 外面不用说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 这个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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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乘Om1 所以這個知道這個是2meter per second 這個是5個radius per second 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東西已知是已知的 T1是已知的 U from 1 to 2 等於多少重力做工120G乘上1.25 往下降 在這兩個沒做工 對不對 這個做工有沒有做工 有 做工是負的 它是摩擦moment 減去m乘上θ θ是多少 那這邊如果往下掉1.25 這個半徑多少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 θ是等於 應該這樣講了 1.25 這個是1.25meter 等於θ圓心角乘上半徑0.4 所以當它往下掉1.25米的時候呢 θ等於多少是3.125個radius 這個往下掉1.25米這裡轉了3.12 radius 所以這個也知道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變成負的90乘上3.125 負的 因為它是摩擦產生的moment 所以復工 所以這個是 U from 1 to 2 重力做工 摩擦moment做工 這兩個force沒做工 不用管它 OK 所以T1知道 U的1 to 2知道 T2 T2 等於2分之1的mv2 8平方 也是這個block的線性速度 沒有轉動 所以沒有rotation moment 這個是沒有線性速度 只有轉動速度 所以加上2分之1的i bar i bar乘上Omega2平方 Omega2呢要等於什麼東西 Omega2等於說 V bar等於說這個Omega2 bar Omega2呢 又等於V2 bar除上0.4 0.4 好所以這個東西 等加上2分之1 i bar乘上V2 bar除上0.4的平方 OK 所以現在T1這個知道 這個知道 U分之2重力工之道 摩擦moment做工之道 T2 only one unknown V2 bar 所以把這三個結果 帶進這邊去 一個equation就可以解出 一個 unknown V2 bar出來了 所以這邊呢 V2 bar解出來了 結果我就不詳細說了 等於就是這個多少 就是那個3.85 meter per second 當然這個是往下的 往下的一個結果 那再怎麼細部帶進去 怎麼算呢 這個東西你們回去 可以試試看就對了 那我們回頭看看這個題目 給你這個東西 給你這個東西 5V中心點沒移動 只有轉動 這個block只有線性速度 沒有rotation的問題 所以你算整個total system的T呢 要算這個block的線性速度 轉動速度 算這個5V的線性速度轉動速度 因為只有各一個所以t呢 只有block的線性速度 只有5V的轉動動能 OK 然後做工 動力 對不起 這個重力做工 摩擦moment做工 一個正一個負相減 當然這個減出來是正的 如果這個減出來 如果這個term大於這個term怎麼辦 如果這個term大於這個term呢 就不會動 就不會動 動不了 動不了 等於U所做的工事 外力120公斤 根本拉不下來 動不了 沒有辦法往下掉了 那 因為現在算出來 這個結果是正的 這個結果是等於1190 1190 我就照抄那個數據 1190 如果這個負的話 你就不要帶進去了 如果這個是復工的話 如果這個小英零 它根本降不下來1.2公斤 就這個題目 no solution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OK 沒有答案 好 那t2呢 也一樣 v2 bar Omega2 這兩個的relations 憑這個幾何關係 建立起來以後 帶進去 就只有一個equation so forgotten known 很簡單 就可以算出來了 好 回到看這題目 如果計算並不困難 你只要寫出你要的equation出來 為什麼是這個equation 這個很簡單 主要是 給你force 給你distance 去計算velocity 這個是最好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work energy principle 你就第一個 先把這個公司寫出來 當然考試的時候 我不會告訴你說 這個用16張方法 還是用17張方法 你就自行判斷 給你force 算 acceleration 當然用Nutors second law 給你force 給你距離算velocity 就用這個work energy principle 給你force 給你時間 要算velocity 就用in-prose momentum 這三個方法 由它個別不同的relations 建立起來 這個13張那邊 你們應該有印象 這邊整個程序 完全一樣 只不過t呢 多了一個rotation這個部分 多了rotation部分 如果particle只有這個 raged body 還有這個 這個不要忘記這個部分 就可以了 對這個題目的計算 過程 這個計算細節我不談了 過程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關鍵在這裡 靠這個地方 靠這兩個地方 就可以把這個題目算出來 這個第一個題目 這個很簡單吧 這個我 我就不講細節 我只是把這個程序 整個程序告訴各位 就對了 ok 好 再看第二個題目 兩個齒輪 一個大齒輪 我齒子不畫了 反正我用一個圓表示 一個小齒輪 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個小齒輪呢 它的半徑是 RB 是等於100個mm 大齒輪 RA 等於250mm 小齒輪連一個馬達 這個馬達呢 就提供一個動力 這個M等於 6個Nm 這個是馬達提供給這個 等於說 等於說 你現在利用馬達 帶動小齒輪轉動 再利用小齒輪 帶動大齒輪轉動 再做後面的做工 ok 整個題目這樣子 好 所以告訴你 MA等於10公斤 Ka等於0.2米 給你K幹什麼 很清楚嗎 這是要你算I8就對了 I8A 就等於 Maka平方 這個就是 所以題目 我給你M給你M 你不要問我說 I8怎麼算 這個東西你要自己算 那當然 MB 就等於 MB是比較 3公斤 KB 等於 0.08米 所以 Ib8 等於 Ib8 Ia8 等於 0.4 這個我直接算出來 這等於 0.4Kgm2 Ib8等於 0.0192 ok Kg 好 這個是Given Data 好 現在 問題來了 要算什麼東西呢 馬達轉動 轉動到什麼地方 轉動到 從0開始轉動 這個是從 那個從 Omega等於 0開始轉動 開始轉動 Notation Force加上去 然後 第一個要算 這個是第一個 Number of Vibrosion For Omega B 到達 600個 RPM 到達 每分鐘 600轉 第二個 是算 Tanginal Force X1 Ga 好 由 馬達B 開始靜止 Apply一個 六個Nm的 一個Moment 轉動馬達B 馬達B 轉動齒輪B 齒輪B再 帶動這個齒輪來轉動 帶動什麼轉動呢 等於齒輪 齒輪B 帶動齒輪轉動 靠這個什麼 切線方向力量 這個Force呢 來帶動齒輪 你這樣轉動 所以 轉動起來很清楚 這個Omega B 是在 這個方向 Omega A呢 是這個方向轉動 這個從幾何觀念判斷 就可以 算出來 OK 好 現在 從靜止開始轉動 請問Omega B轉動了 600RPM 需要轉幾轉 轉幾轉 才能轉動到那麼快的速度 這個時候 那個在轉動過程中間 由B給A所加的切線率是多少 來帶動這個齒輪A在轉 這兩個東西 好 現在看看 A跟B 這兩個物體 都固定在中心上面 所以這兩個很簡單 這是一個pure rotation 沒有中心點移動 所以你要算connected energy呢 不用算那個中心點移動了 不用算translation energy 第二個 給你什麼東西 給你moment 給你moment 給你velocity 要你算theta 所以這個很清楚 就是一個moment theta and omega 三個的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 最方便不過 就是利用work energy principle 所以你要從這個題目 給你什麼東西 要算什麼東西 給你moment 給你moment 給你這個 角速度 要你算這個轉角多少 所以這個東西很清楚 就是moment 轉角跟角速度的關係 這個東西就是跟 像剛剛線性一樣 Force distance and velocity 同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最方便的地方 這是用work energy來算 所以第一個題目抓到以後 好 這個work energy 一步可以算出來了 先判斷這個東西 work energy principle 怎麼列 好 列起來呢 畫free body 我就懶得再畫一個 當然這裡還有這個reactio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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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reaction force作用在固定點 所以在做工的時候 這幾個都不做工的 真正做工 只有這個moment做工 好 所以我們這邊第一個先列出來 這個是t1加上u from1 to2等於t2 這個是不是保守力 這個整個系統保守力 這個reaction force是否保守力 不知道 然後moment是保守力 也不是 這個他這個沒有說那個那個那個 independent of那個ceta 他這個是固定旋轉 所以這個也不是保守力 不是保守力 你就直接用什麼東西 t1加上做工等於t2 這樣的方式來計算 t1等於多少 t1兩個都沒有動 所以t1在原始狀況是0 A沒轉動 B沒轉動 A中心的沒移動 B中心的也沒移動 所以這個0 t2呢 就是二分之一 ia8 omega a平方 加上二分之一 ib8 omega b平方 中心點沒有移動 所以只有兩個rotational kinetic energy 再過來t1 t2有了 那1到2所做的工是多少 就是 u from1 to2 很清楚 4個reaction component 做工 唯一做工 就是這個moment moment乘上我們要的theta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annone 要求的 好 那現在 given omega b omega a 知不知道 omega a 知不知道 我們也要算 所以omega b 等於600個rpm 這是rpm 等於多少個rpm 就是600 乘上2pi 除上60秒 所以出來結果是 62.8 62.8個rpm 換算成為 每秒鐘幾個弧度 這是62.8 那現在 因為這兩個齒輪在這邊相切的 所以這邊走過距離多少 這邊走過距離相同的 所以是 omega a 乘上r a 會等於 omega b 乘上r b 對不對 那這邊呢 omega a 就可以算出來 等於 這個在62.8 情況底下呢 它應該等於多少 等於就是 嗯 25.1 rate per second 所以當 這個 omega b 轉動到 每秒鐘 62.8 這個呢 也會順時針轉動 到 25.1 rate per second 因為這兩個是 搖在一起的 所以它那個 有這個關係存在 好 omega b知道 帶進一邊來 所以 這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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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個知道 唯一 東西就是這個知道 所以這個知道 唯一的 unknown 是不是就是cta 所以 把這些結果 通通通帶進 這個equation裡面去呢 就可以解出 cta是等於 4.27.32 gradius 等於 4.35圈 轉4.35圈呢 就可以轉到 這個omega b 到達 600rpm omega a呢 到達 它是0.4嘛 240rpm 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非常簡單 你只要判斷好 抓住這個equation 你把t1寫出來 t2寫出來 u的e2寫出來 看有幾個 unknown 那這裡面呢 當然這個跟這個的關係 relation呢 是靠這個題目 給你的幾何關係 就可以建立起來 這個知道 這個就知道了 好 所以第一個解出來了 那第二個 要算 這個 tanginal force 由b到a b給a 那好 那我們就光把a畫出來 剛剛是一個 剛剛是一個 a跟b兩個system 那這裡面呢 a跟b有一個internal force b齒輪轉動 那個齒輪 會給這個地方 有一個tanginal force 當然這邊給它一個 反作用力 內力 做了功 你整個system 考慮是不用管的 內力做功是等於0 如果說你光看 a來講呢 光看a來講呢 這個東西 就是變成一個外力了 這個有一個 切心力 f 這個地方有一個ra 當然這裡面 還有我們這個 a這個是y跟x 有這些力狀上來 這些力狀上來 請問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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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等於說是 從0轉到25.1 這個是omega OK force乘上距離 距離多少 就是這個force乘上距離 剛剛知道了嘛 這個東西轉了4.35圈 這裡轉多少 這個距離算得出來 f永遠是作用在這個點上面 請問這個force有沒有做功 ax ay作用在固定點 ax ay作用在固定點 ax ay是這兩個reaction force不做功的 f也好像作用在這個固定點 這個f有沒有做功 有沒有做功 哈 沒有魅力 內力是 a跟b同時考慮它是內力 內力做的功是cancel掉 現在光考慮gear a 這個時候force就是一個 由b給a的一個tanginal force 請問這個force f有沒有做功 在這裡 這個有沒有做功 ax ay這個就不做功了 這個作用是固定點 force沒有做功 為什麼 force都是作用在這個點上面 作用在這個相切點上面 為什麼它會做功 事實上來講你看 這個時候force是用這個點 這個點呢 因為這個force移動在這邊來 所以這個force所做的功是dr 下一瞬間force做用在下面的點上面 每一個force做用點都不一樣 雖然這個force f都同一個位置 做完力量 這個force前面的force拿走 後面force又進來做力量 所以這個u的1到2是等於f.dr 積分 from a1 to a2 這個force都不作用在同一個點上面 作用在移動的點上面 那這個force跟所推動的距離是同一個方向 跟前面那個rolling motion都不一樣 rolling motion摩擦力跟這個點的位置是垂直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摩擦力永遠不會做功 可是這個tanginal force沒有做功 有這個tanginal force 所以推動一個距離第二 功成身退又下一個尺上來了 下一個f做用又是推一個小距離 所以作用那個所做的功是 這個force乘上所推過total的距離 force相同的 所以這個u的1到2有做功 1到2多少是等於 這個是f乘上距離rb乘上θb這個距離 總共走過距離是那麼多 對不對 走過距離那麼多 這個是rb我們知道是0.1 0.1 等於forcef乘上0.1 再乘上27.32個radius 所以這邊出來的結果是等於2.73個f 所以這個是做功 這個force做功 現在呢t1等於0 知道t2等於2分之1的i bara 乘上omegaa的平方 omegaa呢就是25.1 所以這個已知 所以唯一的unknone 這是我們這個f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解出f等於多少 是等於46.2個newton 作用就由gear b對gear a這樣做功 所以這邊呢這個題目最大最大的觀念 就是在這個地方 雖然它這個是f 永遠都在這個點上面 永遠都在這個 如果你在固定位坐標看呢 永遠都在這個點上面 看著f沒動啊 f沒動啊 也沒做功 事實上做功的定義是force乘上距離 這個du 每推動一個du 它就換一個點 作用f 所以這個force有做功的 所以對rolling motion來講 從這個地方friction force在這裡 到這個呢friction force在這裡 雖然friction force是有移動一個距離 有移動距離 可是這個force是不做功的 因為它說每一個點它的位置呢 都是在作用點跟它的位移量 跟作用力是垂直的 這個呢是作用力跟位移量是同方向 所以它有做功它沒做功 有點奇怪 force永遠在同一個方向 你站在固定坐標看呢 force都在這個點上面 可是它有做功 這個friction force呢有移動 可是它不做功 所以要看清楚哪些有做功 哪些沒做功 這個是對解這個題目很關鍵 好 那這個題目total看起來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利用這個work energy principle 找出我先針對兩個齒輪同時take free body 這個時候內力就不用管它 這個內力不做功的 這個轉多少這個轉多少 這個從幾何關係算得出來 從幾何關係算得出來 那代經這邊呢 唯一unknown 就是我們要轉過的角度多少 就可以算出來了 就是u的1到2等於moment 這個moment是constant吧 乘上它轉過的角度 就可以算出 轉過多少角度出來 轉到角度出來 OK 第二個 就是說 再過來算b給a的那個tendent force多少 這個時候呢 我就不能再把兩個從事取 同時取呢f看不到 我就取a當成一個free body 它有切線力 有這個反作用力 當然有還有重力 重力反正也是不做功的 做到同一個點上面 這個點沒有移動 也不做功的 所以唯一做功就是這個flexion force flexion force有沒有做功呢 永遠在同一個位置 沒有dR是誰有 它每一個force有個dR 每一個force dR 所以走過距離 就是我們轉動這個圓周的距離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tendent force 到底多少 這兩個部分 好 所以這兩個 這個題目跟前面這個flexion force 滾動不做功呢 這兩個觀念大家記得 這個東西 不是這個force有移動就有做功 它所因為作用力跟它這個點的 作用點的位移中間的關係 來決定是否做功 這個flexion force有移動 可是不做功 這個tendent force沒有移動 可是它做功 所以這個東西這個觀念 稍微改變一下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做功能 做功能 做功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